下面可能要搞东西给它垫一下 因为单纯这样放的话 如果它搞多垫 哦这个 这边搞太紧 就是把下面垫一下是吧 精密自动 你还回了什么 这边太紧 这边是HS 这两个客户 天天问你 他们只有你这个位 HS那个也 但是下面的话 漏空的吗 我们现在不知道客户的下面高度多少 所以说它到时候现场实际用的话 可能需要把东西垫 不知道它控制在来吗 这个东西不是做专业的模具吗 专业的 这个就是通用的 不是说很专业的 专业的实际上是要根据产品去定制的 实际上要定制的 这个东西 是应该这样做的 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做成这样的了 你说你电 假如每个客户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你这个线路板 你能确定它这个空隙在哪 我电哪位置呢 对不对 也不能确定的 大小我也不能确定 我只要跟客户实际情况来 就放嘛就这样放嘛 是吧 就这边螺丝锁紧了 就是调这个螺丝了 对对 现在你看 我们现在调一下这边 那这个这个宽度就要往那边移 所以我们现在调一下 是吧 就是双架 然后就锁紧就好了 这个有没有手柄啊 这样就固定好了 看着边来放就行 这样就行 没什么